刚刚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获取到了这样一个关于它读书的分类 对不对 我们知道在这里呢 有一个这样一个ID 对吧 我们也是一样的 确定这个ID在响里面有 我们才应该这样做 我搜一下这个ID 我们发现它确实有个URL 逆标签 是吧 里面这图书文学 文学里面对吧 是有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插帽子 可以这样来写 那么把它加进去 item book cut 由于它是个列表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使用 extract first了 我们直接这样来 然后extract是不是就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 拿到这样一个分类之后呢 我们再干什么呢 再去获取一下这个价格 对吧 价格是不是在这 点一下价格 价格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地方呀 价格我们刚刚是不是拿了呀 我拿过了对吧 还现在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出版社没拿到呀 出版社是不是在这儿啊 看一下 这是不是有出版社的信息呀 在这样的立标签里面 出版社怎么拿呀 出版社怎么拿 这哪个class呀 取它 第一个 当现在这个地方在第一个 你能把人家永远在第一个吗 不能根据class来取 因为它位置不确定的吧 你可以看一下别的书 它并不是在第一个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 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就不是第一个了呀 是不是就在下面了呀 对吧 在第四个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不确定的 不能取第一个 这时候怎么办呢 是不是可以根据文本的位置来定位元素呀 对于response的Xpass 然后呢 -div 然后呢 不是div 币标签对不对 币标签 text等于什么呀 等于出版社的这个币标签是不是选动了呀 然后它负一集 负一集的下面的文本是不是取到的呀 它的负一集是不是这样一个立标签呀 立标签的文本是不是就是它呀 取到了之后呢 -extract first 里面包含了还有出版日期 对不对 所以就出版日期呢 我们是不需要拿的 对吧 从这就可以拿到了 那这些信息我们就相当于拿到了 对不对 拿到之后呢 可能有同学想 还想获取一下什么呢 还想获取一下这个 评价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评价在那呢 评价是不是在这儿的呀 这个地方对吧 评价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全部评价 不是三条啊 我们点一下这个全部评价这个按钮 我们发现最近的其实就是URL地址 对不对 URL地址里面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呀 我们去简直再看一下 好像每个评价都在这个DIVID等于它下面 发现了吗 这个评价这个评价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ID啊 每个DIV是不是就这样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当前URL地址的响应 有评价的内容吗 也是一样的 我们请是一样网友员嘛 然后对呢 我们去搜一下这样一个ID 在这个ID下面我们看到 这是不是有的啊 颜值及正义 这些内容是不是有的呀 比如说看什么呢 颜值及正义 我看看刚刚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个颜值及正义在这个地方 没有 担心 这是名字对不对 评价人的名字 我看一下 赠送赠品 军装先担心会坏掉 这是不是内容呀 是不是在的呀 比如说一直对中国古典文化出满惊讶 搜一下 这是不是也有的呀 发现了吗 是不是评价就在里面呀 说明这些数据 如果当我们要拿的时候 我们只用请这个URL地址 然后就可以了 对呢 还要干什么呢 还要翻页呀 这地方它是评价的第一页 那评价第二页呢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下一页这个按钮 这地方展开 这个立标签是不是有Anast呀 各位你在响音里面 是不是有Anast呢 我们也可以搜一下 是不是有Anast 看见没 这是它第二页呀 是不是就拿到了呀 所以评价是非常好拿的 对不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下来尝试一下 把评价给回到 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这个程序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print一下这个item item print之后呢 大家可以注意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是获取在列表页 第一页的小型页对不对 是不是还没有翻页呀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再写一个rule 就匹配什么呢 匹配 就是列表页翻页 那边翻页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rule复制过去 然后粘贴在这里 粘贴在这里之后呢 实际上Xbox要改 cobac呢 我们是不需要的 对不对 因为只是列表页的翻页对吧 但是我们follow 需要它等于处对不对 follow 等于处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这是列表页对吧 URG是什么样子 我们找下规定 在这一行对不对 在这一行 一个DIB等于PAGN里面对不对 PAGN里面 你会有很多span 比如说这个span 里面是不是就有URG纸呀 而且URG纸比较单纯 就是我们西班语的URG纸 不会匹配到其他URG纸对不对 然后呢ID等于PAGN 大家可以看到 下一页这个URG和第二的URG纸 肯定是一样的 但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scrappy 是不是能够自动驱虫呀 所以这个地方 它跑了就不会再跑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网页圆码里面 是否也有这样一个ID呢 你搜一下ID等于PAGN 这样一个PAGN 我们发现是不是也有这些URG纸 所以这个URG纸非常简单 DIBID等于PAGN就好了 就它下面URG都会被抓到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然后呢 这样写就可以了 follow的一处就完事 大家可以发现 当我们这样写完之后呢 我们整个程序其实非常简单 对不对 比如我们之前写的这样一个 当当的跑路讲的很多 对吧 当当的跑路 我们还是在分类 分大分类小分类 写一图在这种地方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 CRUSBLA的形状 估计一会就写完了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把他们代码 写成CRUSBLA的样子 能够帮助我们省不了事情 当然了 这个地方也必须要注意了 我们要写正确的XMAS 才能把URG纸批评出来 否则换来 可能会批评不到一些 不想要的URG纸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启动一下我们程序 看一下结果 那么启动我们程序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release里面的内容 把它flash掉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跑一下 使用一下程序 scrappy crawl 然后呢 我们叫amazon 那启动效果和之前一样的 对不对 它以后在那卡的不动 读 我们的release里面URG纸 等待release里面URG纸 对呢 我们需要push一个URG纸进去 为了说它能够快点看来的效果 我们现在呢 把死达URG纸做为它 当我们把死达URG纸做为它的时候 是不是立马就能出现 这个书的详细也会抓到呀 被抓到之后 是不是就进去了呀 所以我们能非常快地看来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里push这个URG纸 对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到这地方是不是拿了内容的呀 比如说标题 对不对 是不是有啊 出版日期 作者 价格 除了分类 出版社 是不是这些信息都有的呀 对的话 除了这个图书的这个分类这个地方不好看 对不对 那分类这个地方不好看 我们可以和之前一样改一改 对不对 那么itembook cut 等于什么呢 就变定一下 然后strip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i.strip 等于 不是 for i in 什么呢 等它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接着跑的时候呢 肯定这个效果都变得非常好看了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是变得比之前效果要好一些 对不对 可能想你这个内容拿太少了 还想拿一下什么呢 拿一下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简介 对不对 我看一下简介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啊 有个简介 看见了吗 这本书是公认的什么什么什么 i.frame content 是不是在这里面有内容呀 这个内容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我们看到是不是这样子呀 然后呢 我们可以搜一下 有个简介在简介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内容呢 就是这个位置啊 我们发现居然没有对不对 i.frame content居然没有 但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吧 这本书是什么什么什么 是不是在这儿呢 那这个地方是在哪呢 在一个nonscript里面对不对 这是个没有什么class 对不对 我们搜一下nonscript nonscript在这里面内容 发现有很多对吧 是不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呀 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确定就是什么呢 我们得用Xbus才能破掉 什么内容 或者说我们得把这样一个 这样div呢 使得更远一些 可能才能评不到 什么内容 对吧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下面这个内容呢 对他本人做一个定位 对不对 那或者说我们要通过这个div呢 对他做一些定位 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div nonscript下面 div下面的这个内容 对吧 第一次选 这个nonscript标签呢 之前好像没有见过 对吧 是不是没有见过呀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智能表输 来尝试着把里面 进行一次匹配 对不对 匹配什么呢 就匹配这个div里面的内容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 nonscript在别的地方也有 而且还有很多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nonscript里面 有没有div 这里面是没有的 这个呢也是图片 它都包含了 好像都是图片 对吧 看见了吗 但只有那个地方 包含是div 我们看一下 这地方也是图片 这里的图片 都是图片 图片 这也是图片 对吧 那就是呢 我们可以来尝试做一下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要使用正则匹配的这个内容 那么在这里我们import一下re 就itembookdsc对吧 等于re.final 然后呢我们前面写正则 后面写呢这样一个response叫boli 叫decode对不对 这个正则我们写个r在这里对吧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nonscript 附了过去 附了过去之后呢 我们后面就是什么呢 点新对吧 点新问号 因为这个nonscript和div中间呢可能有些其他内容对吧 可能有些换行符对吧 就是我们再写这个div对吧 div 然后后面内容就是我们要的内容点新问号 然后后面内容就-div结束对不对 然后后面内容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low script结束对吧 不是div结束 中间还有一个em标签对吧 em标签我们使用点新肯定把它替换掉对吧 是不是就这样这个样子呀 然后我们要的是这个div中间这一部分内容对不对 对呢 div中间这部分内容呢就是这部分内容对吧 是不是这部分内容呀 这部分 是不是这部分呀 那到时候我们只需要干什么呀 把这个br标签去掉就好了 对不对 这是当时我们看到这一本书这个样子 那其他书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再点一本书进去看一下 看下这本书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low script 显示一下文员嘛 诗人都写些什么 它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直接就能去到了对不对 但是这个里面呢是没有这样一个图片的对不对 刚刚那地方是个图片 那现在有这样图片该怎么办呢 里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方呢 它还有一些其他杂志在里面对不对 比如br标签在里面 这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呀 我们再多找一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并怎么样了 我们可以到时候根据这个肩块 对不对 做个切割 或者根据br做个切割 取它前面的是不是就好了呀 这种方式 这是一种方式 或者这种思路 取它前面的就是这个文本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什么呢 如果说刚刚就是像这种样子 它要跟着就没有什么 这个标签 没有就要跟着没有br标签 那就完全的非常简单了 我们直接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 通过br标签分组 取去明个的时候 依然取得是它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也有个br标签呀 所以后面这个br标签后面 后面都是跟凯报相关的 或者跟其他一些不相关的内容 对吧 所以拿这个结果之后呢 我们可以对它做一些偶尔的处理 对不对 怎么处理呢 就是itembookdsc等于itembookdsc的第0个 对吧 然后呢 .lsdrip .lsdrip lsdrip 是不是一个lsdrip的这个方法呀 有吗 有这个方法吗 忘了对不对 忘了我们打开apps里看一下 lsdrip 说明了lsdrip 我们一个a是这个样子的 a.l 没有split对不对 是不是没有lsdrip 那一个split是什么呢 我认为split是一个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只切一个东西的 比如说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里面其实除了传 按了什么镜切合之外 你可以传它的位置 位置比如说你写1的时候呢 就切合成两部分 你传2的时候就切完 切合成三部分明白吗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我传入一个br 然后传入一个1 然后我们再取击0个 在取击0个的时候 是不是取到前半内部分内容呀 当然这个事情 并不是一直都能做 而要什么时候才能做呢 当然长度大于的时候 才可以这样做 对不对 even then 他大于0 你这else呢 拦值 是不是这样子呀 能看明白吗 这个地方 对 这里没有l 就是split 进行一次切割 但是只切割封为两部分 那么肯定就是按照第一次内容 就已经切割了 如果我们要切割的内容 在a里面没有 那比如说按照b已经切割 我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还是他自己 710个依然是他自己 对不对 所以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这个内容里面 并没有pr表情 我自己做这个事情 710个依然还是他自己 是不是 所以刚刚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如果按照这个地方 对他使用br进行切割 如果有br 我们起来的0个就是 我想这种 如果说里面没有br 应该是他自己 当然了 必须是什么振责 批不到结果之后 我们可以这样做 对吧 我们可以再来跑一下成绩 看一下结果 这地方都是lan值 对不对 都是lan值 这个地方就是lan值 对不对 dsc 为什么都是lan值 有可能我们插box写错了 对吧 如果判断我们插box 到底写的有没有错呢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结果 拿到我们apps里面 我们使用我们的正则 去匹配一遍 看我们的匹配到东西 如果可以的话 说明我们写的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可以的话 那才说明我们写的有问题 对吧 我们一个b来接收一下 那么b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b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写个正则的时候 好像忘记加个东西 叫做re.s 对吧 为什么呢 里面是不是有矿和符呀 是不是有矿和符呀 不然的话 我们点是不是匹配不到矿和符呢 加上re.s 之后是不是能匹配到呀 我们重新再来写一下 跑下程序好 有内容吗 不可dsc 匹配到一个-n 这个很尴尬呀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拿着它 去我们iPad市里面匹配一下 它能匹配到这个结果 把b放进去 那么先要impro一下re 对不对 我们发现是可以匹配到那种了 对不对 为什么刚刚就做了这样的结果呢 有可能是后面这个操作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可能后面这个操作有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把它拿给t 把它等于t对吧 那么我们把它做一次这样操作 t.smit t0.smit 我们看到t0.smit 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个 现在的情况是它里面呢 多了这样一个东西呢 原因是什么呢 个人觉得有可能原因是什么呢 有可能这个振折 还匹配到别的东西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为了看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在这打印一下这个item的book dsc 因为它有可能如果匹配到 并不是只有一条结果 对不对 我们是取的t0.smit 对不对 它有可能匹配到多少结果 当我们取的t0.smit 刚好取的就是干干 是不是这种可能性 所以为了 为了显示一下 我们在这打印一块新花 乘以20 然后打印出来 print打错了 打错了 它确实是评不到一个东西 对不对 反倒是它里面就压根就是没有的吧 你搜一下哈 这URG是错的对不对 它请的这个URG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打印出来这个内容 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应该在这里面再加个东西 再加一个responseUIL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知道当前这本书的URG 或者出来这个URG 到底是哪个 对不对 或者然后呢 bookur 等于rexponse.ur 比如说现在这个URG是这样子的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内容 里面是有的对吧 但为什么匹配不到了 一模一样 他居然还匹配不到 对吧 可能就一些问题了 他居然只匹配了一个-N出来 环境会是这样子的-Decode -Code 出去买一遍哈 -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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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ode 放下来有些问题 就再看一下 nose grip点击用号div 点击nose grip的结束 nose grip 结束 微写错了 div 然后呢 括号点击文化放到div 结束 然后Azure大一次 Azure Final 居然只帮着我们找到这台的空门 有的没有BR嘛 对吧 有的有BR有的没有BR对吧 DSC这个地方 这样子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request 或者请一下这个UR地址 然后呢我们在request响应里面的来做下这个事情 比如说拿着它 在fs里面呢 我们就拨了一下request 那么response等于request.get这个UR地址 那么最好的还是headers加一个header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依然拿这个response去find all一下 response点 content decode 对吧 确实只有一个帐篷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拿的内容和我们URG对的响应不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被返盘了呢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 那这里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最后的办法 我们再来写一个ways open 打开一个UR地址 比如说呢 我们把这个UR地址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UR 就这个样子 response.ur 然后呢 我们把它写到我们本地 做一个文件 加上那个.html 然后呢 使用一个达文的方式写入对吧 我们f呢 点write一下 这是什么呢 response.bole.decode 你搜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 对不对 我们时候可以把它写到本地啊 加本地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做成这个样子可能不特别合适哈 因为它里面有这种符号在里面对不对 有这种符号在里面的话呢 我们它可能就认识到里面有问题了 叫split 按照这个号进行切割 切割的时候去最后一个 然后呢 我们加一个您扣定的ETF 刚拔进去 中间有这种换行符嘛 对不对 那种符号 如果符号在里面的话呢 它就会找到这个符号呢 它以为它是个文件夹 这个目击 但其实它并不是个目击对吧 它这个地方就报错 所以我们按了它进去 取后面那部分 对应到我们这个时候 应该是有一些 ITM2在本地了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ITM2 就打一个ITM2 打一个这么久 费劲了 对不起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